哈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文靠兄 现在我又来到了泉州 泉州有个什么 有个少林寺 传说少林寺都有是那种 五一高强的五升 我们今天要去少林寺看一下 还有没有五升 五高 少林寺找不找 少林寺 那边 那些建筑挺好的 以这个朝天门为主心 旁边是这样子的建筑 我怕应该很厉害 这个建筑是全州的公交车 好厉害 然后这边的房子也很有特色 红的底 红的砖 找吃饭的地方走哪 我们就要去对面 Let's go 可以的 到齐 开吃 特别好 就是没有吃 一口串都可以 我现在去少林寺 漏壮 到了 到了 下面就要见证到底有没有少林寺 少林 少林 怎么唱的 小关桃 看那小和尚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少林 少林 好像没有啊 这这子劲 我到上面去看一下有没有 我想都是那种练舞的那些是什么 再建少林寺 闹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老板 这里没有练练舞的少林寺吗 练舞的现在没有了吧 平常什么时候会有 下午一半三点钟 真的有 真的有 三点钟会练习 但是这段时间下雨天他们就没有练习 有 真的有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运气看的 他说平常三点钟 下午三点钟 现在是四点钟 三点钟的话会练习 但是今天是没有 这段时间都没有 因为下雨天我就有点不心肝 我们去看一下这周边有没有 他们在休息的地方 我们不是去踢馆 我们只是去膜拜一下 哇 这么多花 哦 快 这个木桩 后后 我来打一套拳 这就是展示武功的地方吧 最后一个射箭的地方 现在已经战变整个少林寺了 都没有看见 那整天真是没有缘分了 好了 已经做完了 真正的武僧是没有看到 但是肯定是有的 在那个图片上也有 那么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 现在少林寺还是有武僧的 还是有练武的人的 好 拜拜